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通知了 话不多说 立刻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先从108课纲 将城市设计入为地球书起 108课纲的安排是让国小学生就开始上资讯课程 高年级开始加入城市设计的课程 例如Scrash猫爪城市 学城市是培养学生具备21世纪必备的城市语言技能 也透过设计动画及游戏的过程 让学生找到自信和学习的乐趣 不可否认 我们已经进入了AI人工智慧的世界 但技术始终来自人脑 生活在广大的环境中 人脑在创造力和思维方面的表现都比电脑好 想要拥有创新能力 就必须从小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下面帮你整理 应该让孩子学习城市设计的三个理由 第一 学城市是世界趋势 各国都在学 学城市是全球成人和儿童体验的全明星运动 美国非盈利组织Cope Archie早在2013年就发起一小时写程式 Hour of Cope的活动 利用成人及儿童都很受欢迎的动画及游戏 例如有冰雪奇缘Frozen 星际大战Star Wars 愤怒鸟Angry Birds Minecraft NBA篮球 吸引了4岁到70岁的成人及儿童在线上学习程式 全球超过2亿人参与了这一个历史上最大规模全民教育活动 得到了美国政界 商界 科技界的权利支持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排力专法 公开推广城市教育 连总统都告诉我们写城市很重要 这个很酷对吧 还有数位科技界具有划时代影响力的人 都在一小时写城市这个活动录制了影片 包括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 Facebook及Meta的创办人 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TrapboxD创办人安德鲁修斯顿 Andrew Houston 以及各界名人如歌手夏琪拉 Shakira NBA球星 White Heart 美国太空人 Mike Hopkins 城市成为孩子们的新游戏 我们就拿Scratch来说 Scratch是麻省理工学院为儿童开发的一种城市语言 透过堆叠和组合积木来创作自己的游戏 动画 影片 和故事 自从2007年Scratch官网开通以来 已有超过8700万个会员 在官网上公开的专案分享作品超过1亿个 现在还在陆续增加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连结 看到Scratch最新的统计数据 世界上第一个将城市纳入国小教育课程的国家 是爱沙尼亚 它是Skype的发源地 位于东欧波罗的海地小国 从2012年开始 这个国家的孩子们 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写城市 一边玩机器人 一边学习城市 他们不仅学会使用 还学会设计 并创造新的 爱沙尼亚总统曾公开表示 对于美国来说 学习城市是害怕未来工作会被新技术取代 但对于只有130多万人口的爱沙尼亚来说 学习城市是为了借助每一个人的力量 将决定国家未来的生死存亡 英国也在2014年9月 正式将城市纳入义务教育 英国儿童从5岁开始 孩子们就开始学习双语 即英语即电脑语 一边学人类的语言 一边学电脑语言 孩子进入国中之后 就会使用两个以上的城市语言 创造自己的城市 城市设计课程 不仅传授学生使用技术 还培养学生 从玩家转变为开发者 从而培养孵化新想法 努力实现的创业精神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在2015年 签署了每一个孩子都成功法案 Every Student Subsites Act 将电脑科学 正式纳入通识教育的一门学科 在隔年2016年宣布 在新经济时代 电脑科学不再是选修课 而是一项基本能力 与阅读 写作 算术一样重要 国家完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电脑科学教育 而学习城市语言 是这一切的基础 因此 城市成为世界各国 从小就创造国家竞争力 和培养未来人才的教育体系的 基本关键能力 第二 赋予孩子科技无法取代的能力 教育的目的 是让下一代 为面对未来的世界 做好准备 未来 有几种工作技能 是不可替代的 一种是与人面对面交流 交流思想的工作 另一种是需要 透过自我学习 进行研究 和创造 来解决问题的工作 这两项技能 目前都很难让机器 在短期内 取代人类 在未来 这两类 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独角兽人才 学过城市设计的人都知道 学一个城市最快的方法 不是靠老师在台上不停地讲 而是自己学 自己是 在这个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不明白的问题 解决办法 就是去网上找资料 或者去网上论坛团文章 及问人 这种自我学习的过程 恰恰是目前学校教育所缺乏的训练 透过正确的方式学习城市 我们有机会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 而这种自学能力 是在瞬息万变的未来世界中 与时俱进 不被淘汰的重要关键能力 第三 用城市练习创意 成本较低 在学校学习木工 艺术或其他手工艺项目 也可以给孩子们创造经验 但这些可能需要大量的设备 或材料费用 让孩子在学会写城市之后 以较低成本 增加孩子们的创作体验 城市课程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开发者 这项音乐课的目的 不是要强迫所有的学生长大后 都成为音乐家 城市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希望 从小培养孩子的运算思维 包括数学 逻辑和演算法 例如在写城市的时候 我们会把大工作分解成小项目拆解后 一个个的细节项目 通过城市完成 最后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大型城市系统 总的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单独处理 或者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单独解决 这种思维模式 对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 一旦有了这种想法 学会把巨大的问题分解成一系列更小 更容易处理的问题 这样孩子就能更有效的解决 更复杂的问题 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就点个赞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有趣 好玩的城市教学 就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